1980年春,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顺利召开,几登奎在大会上辞去了职务,没想到邓公连夜赶来,因且嘱咐道,你的辞职申请虽然被批准,但使命仍未完成,另有工作安排。 那么问题来了,几登奎究竟有什么故事?他为何辞职,新工作又是什么? 视频开始之前,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,感谢您的支持。 1923年,几登奎出生于山西五乡,他14岁就加入了西蒙会,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年仅17岁就成为了中共鲁西区党委卿旧总会组织部长。 正因为他革命有功,且早早展露出智力才能,所以解放战争时期,他就被委任为河南许昌地委,副书记兼宣传部长。 不过,说到底,他当时还是一名基层领导干部,后来能够一路崛起,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,国务院副总理还是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的。 几登奎能够崛起,除了自身工作勤勉,贡献突出,还得益于毛主席看重。 虽然两人年纪差了30岁,但毛主席依旧将几登奎视作老朋友。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51年的春天。 当时毛主席呈专列途经许昌视察,几登奎作为地方官员登上专列向毛主席进行汇报。 一开始几登奎相当紧张,毛主席与他闲聊几句,这才震惊下来开讲。 没想到这一讲就讲了一个多小时,从地理人口讲到乡土风情,从历史文化讲到资源物产,中间还夹带着几登奎在地方工作的见闻和管理经验。 要不是汇报时间到了,恐怕几登奎还能继续讲很久。 他之前的紧张和工作时的专注形成了鲜明对比,也在毛主席的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。 毛主席大多数时候都在倾听,间歇性提问,并用笔在本子上记一下,可谁也没想到在快结束的时候,毛主席问了些较尖锐的问题。 一旁的人有些紧张,可几登奎似乎全然没意识到有什么说什么,而毛主席最后也没表态,只是点点头给他提了些工作建议。 后来有人指出,毛主席的提问或许就是种考验,看他敢不敢讲实话,能不能讲实话。 而几登奎的汇报,无疑是让毛主席比较满意的。 后来,他应邀参加我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,并在会议上得到毛主席的称赞,看来我党的宣传工作有了新发展。 会议结束不久,几登奎的职务就由傅转正成为了我国最年轻的地位书记,当时他才28岁,如此年纪就被委以重任,可见组织上对他多么看重。 此后,几登奎一路升迁,从中共商丘地位第一书记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,再到中央委员,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,副总理,一共只用了不到20年。 1975年被选为副总理的时候,几登奎才50多岁,完全可以说是年富力壮,既然如此,他为何会在1980年辞职呢? 其实,不止几登奎与他一同辞职的还有陈永贵、陈细莲等人。 这些干部辞职,是想将权力更平稳地过渡到邓小平手中,从而更有利于改革开放的实行。 不过,对于几登奎这么年轻就卸任隐退,邓小平属实感到可惜。 所以1980年几登奎正式辞职后,邓小平才会专门找到他,和他说道, 登奎同志,你还很年轻,我要比你年长差不多20岁嘛,还在工作,我看你也完全可以再继续做些工作, 比如说旅游方面,能够继续为国家发光发热。 几登奎也很高兴,明确回复道,我服从组织安排,不过不希望兼任旅游局长的职务。 几登奎这么要求,明显是放下了名语力,只想再去做一些实事, 邓小平同意了,而几登奎也的确为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小贡献。 他提出旅游是重要产业,能为国家带来巨大收入,是无烟工业, 中央采纳他的意见加大了对旅游产业的投入,这才有了后来的硕果。 1982年,中央想安排几登奎到国务院从事农村政策调研工作, 只不过他不愿意接受太高的职务,于是只让他担任了研究员。 但考虑到他的能力和贡献,国家给他的定级还是非常高的, 是级别最高的部级研究员。 接受委任后,几登奎到各地调研提了不少意见。 他从副总理的职务上退下来后,依旧在为国家建设出力, 而这除了他本人的意愿外,邓小平的意见也发挥了关键作用。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这么看重几登奎? 他和几登奎又有何关联? 早年间,几登奎在地方工作的时候就和邓小平有过工作上的来往, 后来他来到中央也被邓小平视作重要的伙伴。 除此之外,1979年初的那次特殊接见也能表明邓小平对几登奎的看重。 1979年初,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工商业吴老,胡绝文、胡子昂、荣毅人、古庚渝、周书涛。 胡绝文曾是上海机械巨拨,胡子昂曾是四川钢铁业龙头,荣毅人出身于上海纺织世家, 古庚渝号称四川朱殡大王,周书涛曾是天津水泥大亨。 这些人在我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,邓小平专门接见他们,就是为了改革开放进行。 那么,在这次会面中邓小平还叫来了哪些领导呢? 同样是五位,除了解放前长期和商人打交道的卢旭章, 还有四位副总理,分别是乌兰夫、陈穆华、古木以及几登奎。 叫乌兰夫来,是因为他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, 叫陈穆华和古木来,是因为他们分管的就是经济与建设。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叫几登奎来, 毕竟前一年他辞职的事情才定下来, 这时候应该让他逐步交接手里的工作才对。 邓小平叫他来,只有一个解释, 那就是已经决定了让他之后分管旅游业, 这样才契合这次会议的主题, 发挥外资和员工商业者作用,搞建设。 邓小平之所以对几登奎如此信任, 支持,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经历。 从1937年参与革命开始, 几登奎就把大多数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国家。 他在地方工作期间,一直兢兢业业, 为了给民众争取权益,从来顾不上自己。 1963年,商丘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, 土地绝收,民众谋生相当困难。 几登奎调查发现,要想解决水患, 还得协调安徽和河南交界处的大坝问题。 为了这件事,几登奎大年初一就跑到了安徽省委书记李宝华的家里。 说明来意后,两人年也不过了, 直接商讨工作问题, 后来终于解决地区水患, 也正是因为工作能力突出,态度踏实, 所以几登奎才能迅速升任河南省委书记。 虽然他很年轻, 但嫌有人对此提出质疑, 1969年他去北京开会, 轮到他发言的时候, 毛主席高兴地对旁边的工作人员说, 现在发言的这个同志叫几登奎, 是我的老朋友。 几登奎的工作能力与态度, 已经值得我们敬佩, 更令人赞叹的是, 他力行节约,崇尚艰苦奋斗, 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。 除了节约之外, 几登奎对身上还有一种优秀品质, 那就是崇尚奋斗。 在工作的时候, 他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。 为了工作, 有时候甚至夜以继日, 不眠不休, 哪怕是生病, 受伤了, 心里依旧想着工作。 有一次, 几登奎想去亲戚家看看, 又不想麻烦司机, 于是坐公交车就去了。 结果刚到胡同口, 就碰到了个骑快车的小伙子, 一不小心被撞倒了。 小伙子眼看自己撞到了人, 神色慌乱, 连忙叫人把几登奎送到了医院, 后来检查发现几登奎的手伤了, 不得不给他打上石膏。 按理说, 这时候几登奎应该在家静养。 可是他一心迁系自己的工作, 伤还没好, 就想去四川做调研, 后来打着石膏去成都, 重庆忙活了一个月。 工作之余, 几登奎其实没有什么爱好, 也就看看报纸, 陪家人们散散步。 家人们担心他无聊, 还特意给他支了一张乒乓球桌子, 配了乒乓球和球拍, 不过他都不是很感兴趣。 后来, 有老友去他家中做客, 聊天的时候问他, 还有没有什么愿望? 几登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, 还有两个愿望, 教书, 写书。 几登奎的儿子也说过, 父亲最后的愿望就是写回忆录, 以自己的视角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写下来, 同时也写些相关的经验教训。 只可惜, 他的这个愿望最终并没能达成。 几登奎之所以没动笔去写, 是因为觉得自己还不到写回忆录的年纪, 可谁又能想到他图患疾病, 在1988年就去世了呢? 去世之时, 几登奎才65岁。 去世前几年, 他的身体一直都是非常硬朗的, 甚至还有精力跑到全国各地做调研, 只是没想到疾病忽质竟没扛住。 遗憾之余, 我们也应当从几登奎的故事中汲取经验, 学习他力行节约, 艰苦奋斗的优秀品质, 继承他为国建设, 使之不渝的伟大精神。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。